凯特芒果的切碗 这是那个大概国立的快9月初的凯特芒果 首先就是把这个地头这边会酷酷的先切掉 这是切掉 然后呢用这个刮刀把外层皮削掉 这个把皮削干净 因为芒果我们没有要吃皮 这样的话比较好切 那狗肉切起来也比较漂亮 就是把所有皮肉切掉之后 这已经切完皮了 然后我是因为它的籽是长的 所以你要拿这样 把它的两边的果肉取下来 取掉一边的果肉 然后再来用这样 也是力道啊 顺着就它因为它的籽蛮小的 小心不要切到手 好,就取下它的果肉了 好,来 好,果肉来 那我们先把它切 切成我们嘴巴入进去的大小 好,大概花了四刀 然后呢 因为这个是在家里吃 所以我没有再戴戴手套 一般在家庭也不会再戴手套 一样 一样的话就是 整个果肉比较多 一样 看嘴巴大小 如果是小朋友吃的就小一点 大人吃可以切大一点 好 再切成钉状 叉子切啊 好,这边的话你可以把旁边的肉取下来 好,这旁边有一点点肉 好 其实不多啦 好 留下纸就是给 可以喜欢啃纸就啃这块的肉 好 好 好 就是凯特芒果 这摘下的 的那个 好 就是这样 这是一天示范的是 凯特芒果 把它切下来 好,纸在那边可以自己使用 5 摄下 5 6 5 2 5